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,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,开始重视军事国防建设,因此,军费也会逐年提升,由传统武器发展,到现在的高科技武器。 俗话说天下武功为快不破,所以现代化武器,主要从速度和隐身两大方面中手研究,随着隐身战机、隐身核潜艇、隐身导弹等等一系列隐身武器的现身。 反隐身装备不得不加快升级的步伐,专家表示,雷达是隐身武器最大的克星,因此反隐身雷达越来越受各国的追捧,尤其中国的量子雷达,更是让隐身武器无处断行。 我们知道,雷达虽然能够起到预警的作用,但是,如果迪基导演,跟前了才被发现,那这样的雷达不要也罢。 所以,能够测量足够远的雷达,那才是国防戾器。 我们知道,美国最先进的隐身战机F22,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机之一。 其强大的隐身性能让普通雷达根本发现不了它的踪迹。 而且,F22配备的武器火力极盟,如果不能很好的预警的话,等到飞到火力范围内再去拦截就来了,因此,把隐身雷达的研制可不容缓。 那么未来毕竟是一个隐身武器当道的时代,所以,雷达的测距显得尤为重要。 那么世界上现在,各国雷达的测距分别是多少呢? 继美国媒体表示,美国目前最先进的雷达测距为5000公里,俄罗斯的雷达最大测距,约6000公里。 其实俄罗斯在防空系统领域,做得一直都很不错,尤其像F400和F500这样的世界顶尖防防空导弹。 美国虽然在经济上和军事上,绝大多数都走在世界最前沿,但也并不是什么都是世界第一。 俄罗斯在有的方面还是超过美国的。 那么作为当今武器大国的中国,在高科技支持下,中国的雷达最大测距是多少呢? 说出来,你可能不信。 专家表示,随着量子技术被中国成功攻克之后,量子雷达也相继问是,和传统雷达不一样,量子雷达就像拥有透视野。 F22无论如何躲藏都没有用,相比传统雷达的测距,量子雷达不仅能够做到测得更远,还能测得更快。 专家表示,量子雷达的最大测距,约为6800公里。 相比美俄雷达,中国的量子雷达,还是非常有优势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